在今天的天氣形態來說 往北走的朋友 有局部性的鎮雨出現 但是過了桃園以南 全部都是天氣清朗 南北天氣大不同 那我們來看什麼 來看看今天的幾個觀測資料了 先來注意到 今天溫度最涼的地方 在桃園的新屋 清晨的溫度是在23.1度 東北風的強度的部分來說 其實是減弱的 但是因為東北風帶了水氣進來 所以雨的部分 最多的地方在宜蘭市 今天一天累積下來 到目前的雨量是在 155.5毫米的降雨狀況 所以在宜蘭測站測到的雨量 是全台灣最多 今天晚上仍然是宜蘭地區 包含了山區的部分 還有北部的山區 會有局部性比較明顯的降雨出現 但溫度最暖的地方 在彰化的田中 中午的溫度31.6度 北部明天仍然有雨 南部地區天氣晴 禮拜四的時候降雨減少 週休假期的時候 東北風增強 氣溫要下降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雲圖上先來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已經逐漸東移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 但東北風帶了水氣進來 最主要水氣的來源 就在南海的16號颱風 它的水氣拉上來 剛好被東北風給帶了進來 所以在北部地區的台北的東邊部分 東北角地區 宜蘭 基隆 都有一些比較明顯的 真雨狀況出現 晚上的雨比較多 白天的降雨狀況是山區有 今天晚上仍然有水氣會進來 還是有局部性比較明顯的雨勢 會在宜蘭到東北角地區出現 而16號颱風已經進入到南海了 明天就會往越南的方向移動 那對我們來說 明天下午以後 上來的水氣量就減少了 接著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天氣開始好轉 禮拜五的時候 天氣狀況到晚上的時候 北方的高壓 東北季風將要再度的增強 但是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東北風再加上南邊低壓 通過了菲律賓又拉水氣上來 所以這個週休假期的降雨 又會再度增多一些 主要還是以北部 小滴您兩件事情要提醒 第一個 往北走 記得要背雨距 雨區行車要注意 還有往南走陽光牆 外出防曬不可少